大家好,欢迎收看聚焦洛杉矶,我是关键 在劳工节临近之际,洛杉矶县政府表示允许理发店开始进行室内营业,但是只允许25%的客流量 有华人理发师表示对此欢迎,同时也指出已经有客人开始预约理发,我们一起来看本台记者李清卫发回的报道 洛杉矶县政委员索利斯9月2号表示,今年的劳工节将跟往年的不太一样 劳工令社会可以顺利运转,但现在劳工们是无前例的需要我们的帮助 民众应该继续戴口罩,避免人群聚集,只跟家里人聚会 我们继续重开经济,即使我们将会开放室内空间 他表示,我们今天宣布理发店允许室内运营,限制人数为平日的25% 我们会密切留意在劳动节后,病例可能会增加 如同之前的独立日和国商日,希望民众做好自己的本分 华裔理发师Kate Wang在听到有关消息后表示 会从开始在室内帮客人剪头发,因为天气太热,有客人有剪发的需要 Kate也透露因为天气太热,加上要帮客人洗头发和染发 之前并没有在室外帮客人剪头发 她表示,当客人收到这个消息后,他们已经开始跟她预约,希望在这周内开始剪发 我会询问客人有没有去其他地方,14天内有没有外游,也会少做新客人 因为我对旧客人比较熟悉,也需要先维系旧客人 在新冠疫情后,Kate表明客人要早几天先预约 重开理发服务也会限制人流,不可以在室内坐那么多人 如果理发店人数太多,其他客人就要等一下才能进来 而且进入理发店的客人也要先量体温 与此同时,她也注重卫生和清洁,会清洁消毒理发店的工具 多使用洗手液,也尽量和客人保持距离 洛杉矶县政委员索利斯也在记者会上鼓励民众今年接种流感疫苗 她说,流感季节临近,但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,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并不一样,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碰在一起时会怎样 我们担心人们同时患上新冠和流感 虽然新冠肺炎目前还没有疫苗推出,但我们有流感疫苗 而接种流感疫苗是史无前例的重要 洛杉矶卫生局官员戴维斯也在9月2号公布了最新的新冠数字统计 该县新增51名死亡病例,总数增至5878人死亡 同时有1457例新病例,病例总数为243935例